那到底什么产品利润获得最多 什么类的产品利润获得最少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类的产品获利 所以回到订单 游标落在这里 任何随便一格 然后接下来 做数秒分析 第一点到资料 第二插入 第三数秒分析表 第四确定 各类产品获利 所以我当然就是先勾类别 好类别我有三种类别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它的利润打勾 第五勾选 第六勾选利润 第七画图 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常用排序大到小 请问一下 这样我们就知道说 弹工用品第一 技术用品第二 家具第三 你要加的是这一样 设计 我刚刚是不是选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 还记得 这些改成什么 三分位符号 减少小数位数 好 那依此类推 然后去做整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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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